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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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一點感冒跟流行性感冒這兩個的區別 中文翻譯的關係 其實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病 症狀也不太一樣 我們講感冒 感冒大概就是鼻病毒 然後腺病毒 融合病毒這些雜病毒 它的傳染力不強 而且來得慢去得快 局部感染就上呼吸道 然後就鼻子喉嚨這樣子 那Flu influenza virus 這是一種特殊的病毒 流行性感冒其實就是因為傳染力強 那我剛剛講的第一種感冒 它什麼四季都會啦 流行性感冒通常在冬季 冬季的原因就是因為關窗戶 因為冬季大家關窗戶 甚至吹暖氣 那個病毒濃度會拉高 所以會互相傳染 而且它有四五年就是大流行 因為我們要打疫苗 那疫苗的保護力大概只有半年 就保護你半年 所以通常在10月打 然後一直保護到過年左右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過年元宵 前面那個 春天之前 那流感就不一樣喔 它就有全身的症狀 全身痠痛 而且它通常會拖 拖比較長的時間 10天到14天 所以流感發作大概不能工作 很痛苦 然後腰痠背痛啊 肌肉痠 然後全身都有症狀 上度下跌都可能 那流感它是有特效藥的 那怎麼去判斷呢 流感會發高燒 所以高燒 所以高燒大概就是38度半以上 39度40度這種高燒 那一般的感冒 一般的感冒 大概就是這些雜病 腺病毒啊 那種 鼻病毒啊 融合病毒 這種病毒 它大概不會很少 而且 通常只有呼吸道的症狀 喉嚨跟鼻子 流感就全身的 那 如果你懷疑 醫生懷疑 你發高燒去診所的時候 醫生懷疑他會跟你做篩選 那有篩選有就有 沒有不一定沒有 那篩選他是把一個 棉籤到鼻咽去採樣 然後送檢 然後他們先會 一看就是的話 就先吃藥 因為 你如果在發作的48小時之內吃 他有客流感 一個叫 一種噴的叫 Relenza的樣子 Relenza 噴的啊 吃的叫客流感 他48小時之內效果最好 然後48小時以後效果就不好 但是還是多少有效啦 他會把 時間縮短 那 其實 流感最怕的事情是說 你老人 不 就是你或者老人 就是老人 或者在吃類固醇 就免疫 有疾病的人 在吃類固醇 或者是小孩 他們容易變成 病毒性的肺炎 或者是什麼 亂七八糟 他有後遺症 所以發高燒的時候 就一定要看醫生 那看醫生的時候 其實就是 儘快的吃客流感 或者是噴的那個 Relenza 應該沒有聽錯 Relenza 然後要常洗手 戴口罩 如果 流行感冒是要看醫生的 因為他怕有後遺症 譬如說 接著會有細菌性又跑來 那細菌性跑來的話 那個會不一樣 那個醫生會判斷 那個就要吃抗生素 但是 原則上 如果像我們這種 不是很老 也不是很小的人 不是小孩跟老人 通常不會怎麼樣 流感 跟一般的感冒 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病 這個要有這樣的觀念